大家好,我是AliveGood的习钢导师记的Kerry老师 相信很多只要吃过低碳饮食和生酮饮食的人 肯定就会有听过这个MCTOil 那MCTOil是近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健康油制 它由于它的结构跟代谢与一般的油不同 它非常快速可以代谢,然后被我们身体吸收跟消化 然后很快速的给我们大脑提供能量 那在医学上,MCTOil已经被证实了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 然后强化我们的大脑 甚至还很好的帮我们抗疲劳 所以这几年来都深受一些健康爱好者 以及各种族群的喜爱 那什么是MCTO呢? MCTO的英文名叫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其实是以它的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母来简称 那它的中文名字呢 就是中链三酸干油脂 然后也可以简称为中链脂肪酸 要介绍MCT呢 就要先从它的脂肪酸分类说起 然后这些脂肪酸都有个特色 就是这些脂肪酸都是有碳原子粘层长长的骨架 按照其碳原子的其长短被分类成 少于6个碳原子的叫做短链脂肪酸 或者是有6到12个碳原子的叫中链脂肪酸 就是我们讲的MCT 还有呢就是超过12个以上的碳原子的呢 就属于长链脂肪酸 我们也叫做LCD 那我就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 短链脂肪酸有什么 那短链脂肪酸呢 有个叫脊酸 因为它含有6个碳原子 所以我们也叫它为C6 而且它是因为结构很小 所以它的吸收也会特别快 但是有个不好就是 虽然它吸收很快 但是它不提供人体能量 而且呢 还有一股味道 多数呢 这个食品里面 在起司里面啊 就含有这个少量的C6在里面了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 长链脂肪酸 那长链脂肪酸呢 LCD呢 就含有13到22个碳原子 在一半的饮食当中啊 其实我们 譬如说我们常常吃到的油脂 如我们讲的牛油啊 或者是葵花油 或者是我们讲的花生油 猪油 或者是橄榄油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长链脂肪酸 那它呢 是可以给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 但是它的消化速度会比较慢 它只要吃了这些长链脂肪的时候 经过我们小肠 被水分解后 水解后呢 它就会打泡成乳蜜胃粒 然后再经过我们淋巴系统 经脉 去到心脏 再经过动脉 传送去各个不同的一些细胞氛围 就好比如说 可以放去干脏 或者是我们的肌肉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脂肪 那个脂肪组织 这整个过程呢 就需要4到5个小时 而且饮食过量的话 它也很容易 会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变成脂肪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中年脂肪酸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MCT 那中年脂肪酸里面呢 就包含了有 心酸 我们简称为C8 然后还有葵酸 然后我们简称为C10 还有月桂酸 我们简称为C12 中年脂肪酸呢 它经过我们的小肠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直接就会从我们的肛蒙筋脉 进入肝脏 进入肝脏去做一个代谢 跟生产能量 直接可以提供给我们大脑 那这整个过程 只是需要30分钟 所以啊 它因为很被灵体 很容易吸收跟代谢嘛 所以它就会不容易呢 被身体囤积成脂肪 中年脂肪酸呢 是常年脂肪肺的 消化吸收的10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图看到啊 它直接就从肝门筋脉 进入肝脏代谢嘛 所以呢 肝脏就可以快速 产生同体供给大脑 因为大脑呢 其实是需要葡萄糖啊 依赖这个葡萄糖 为作为能量的来源 而退化性的一些 脑神经疾病的患者 却无法提供这一个功能啊 所以呢 像是常见的一些 失智症啊 或者是阿兹海默症 就是我们讲的老人痴态症 其实而同体呢 就是可以代替这个葡萄糖 作为脑神经细胞的养分 而减缓啊 就可以很好的减缓呢 神经细胞因为缺乏能量 而逐渐坏死的这个悲剧啊 那中年脂肪酸呢 的食物来源从来以来呢 其实中年脂肪酸的食物来源非常少 其中呢就以椰子油呢 占了60% 第二呢 就是中里人油 大约有50% 然后其他的呢 都食物中啊 也可以找到少许的MCTOil呢 就有好像我们的炒丝黄油啊 或者是我们的起砂 还有就是母乳 里面啊 就大约有个10%的这一些 中年酸酸干油脂 然后通常啊 MCT呢 它都是由椰子油 或者是中里人油体验出来的 有人就会问了 MCTOil呢 价格是比一般的 那个椰子油 Coconut Oil呢 价钱比较高 而且啊 那个MCTOil呢 刚才也是这边就讲嘛 MCTOil都是椰子油 或者是中里人油 而体验出来的 那我直接喝 Coconut Oil 椰子油不是更好吗 MCTOil呢 虽然是从椰子油里面体验出来 但是啊 椰子油不等于是MCTOil 之前就有讲过 中年脂肪酸上啊 它的硅内呢 就有C8 C10 跟C12 然后 但是C12的那个消化途径啊 会比较接近这个 长年脂肪酸 代谢上呢 就不如C8 跟C10这么快速 这个是很关键的哦 因为椰子油里面的成分啊 它只有C8才有9% 然后还有的是7%的C10 可是它有50%的C12 和其他35%的呃 长短呃 脂肪酸 残在一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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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油 其实 椰子油 整个的成分啊 C8 C10 这个好的中年脂肪酸 其实是很少 所以呢 椰子油啊 是不能跟MCTOil 呃 100%的MCTOil 呃 化伤等号 椰子油呢 和MCTOil呢 特性上 和效果 和功效 都有所不同 那现在啊 我们就来 意义的分析啊 椰子油和MCTOil 有什么分别 那第一呢 呃 在椰子油里面啊 大约其实才有15% 很少量的 中年酸酸甘油脂 但是MCTOil呢 它却是100%呢 呃 只有那个中年酸酸酸酸油脂 那在他们的分子里面呢 他们一个椰子油呢 它结构比较大 然后也会吸收比较慢 那MCTOil是结构小 然后很快速的可以代谢 可以被身体吸收 那第三呢 当然是它代谢过程当中 椰子油是无法直接进入肝脏 它需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大约要4到5个小时的一个 posset 它才可以很好的提供能量出来 但是MCTOil它却可以直接进入肝脏 呃 产生能量 呃 给我们产生那个大脑提供能量 那整个时间呢 大约只是要30分钟 然后呢 呃 也只有它是很容易被转换成脂肪的 那MCTOil却是不容易转换成脂肪 那也只有里面呢 是很少量的Cpart跟C10 它比较多的就是叶桂酸C12 那MCTOil刚才已经讲了 它就是直接体面的 它里面的含量就是主要是Cpart跟C10 那当然也只有呢 它是有乳气味的 然后在温室下 它而且会成这个固体状 只要是啊 第一锅这个23 啊 14 的话呢 它都很容易成为固体 那也只有啊 这个MCTOil呢 却是没有味道的 并在室温下呢 它还是一样是成为液体的 那再来呢 MCTOil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人人都想要的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肥 更加是很好的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饱足感啊 然后第二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晰 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还有呢 就可以增加我们能量跟抗疲劳 在啊 他们的一个MCTOil的一个研究发现啊 他们用这个小老鼠啊 去做一个实验 就是小老 让那个小老鼠吃了一顿MCTOil的一餐之后 发觉他们的游泳的那个表现啊 比平常更来的更好 因此呢 尤其是一些运动啊 如果大家有在运动前呢 如果可以吃一茶匙的一个MCTOil 它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能量 然后也可以啊 之后的一个运动后的那个 带来那个疲劳感 也可以减轻 然后再来呢 它可以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 增加我们抵抗力 当然更好的是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减低那个便秘的问题 然后还有呢 就是预防脑部疾病 就像我刚头头刚才说的 就是预防我们的四肢症和阿兹海默症 那当然呢 再来呢 它就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那个疾病的风险啊 讲了这么多MCTOil的那些好处 那我们要如何来饮用MCTOil呢 那MCTOil 不是不要只是以为只可以单营哦 其实MCTOil很百搭 因为它本身MCTOil是没有味道 也没有颜色的一个健康油脂 所以它很轻松啊 可以混入我们各种料理里面啊 而且不会抢走那个料理本身的那个味道 那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 我们可以怎样吃 第一啊 当然是火爆圣童饮食里面的超级早餐 我们的防淡咖啡 那防淡咖啡要怎么做呢 其实只要有准备黑咖啡 然后呢 15ml的这个MCTOil 然后还有15ml的这个草湿黄油 然后就把它全部困了起来 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 如果是不喝咖啡 你也可以转换成红茶 抹茶 或者是可可的都可以 然后第二呢 你也可以加入你各种的健康饮充饮里面 就好比如我们超级很多人喜爱吃的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吃的Lady Delice里面 或者是Nutrilef木槽粉 或者是你们奶昔 或者是各种蛋白粉 或者是我们的Good Protein 那我呢 一般上啊 都是早上呢 很喜欢把MCTOil 加在我的Lady Delice 或者是我们的Good Good Protein里面 然后一来呢 它是可以让我很快的有饱足感 然后还可以让我很迅速的 可以进入这个专注的精神状态 然后呢 就算是我昨晚睡的不好 可是只要我早上起来 喝一杯我们的Lady Delice 或者是Coco Protein 加只要加一茶匙的MCTOil 它就会立刻让我精神百倍 所以啊 就不会有那一个觉得很累的感觉 所以它是个非常好的 我们早上的一个精神百倍的健康油脂 再来呢 在我们的食物碰条里面 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在我们的竹面当中 煎牛扒 或者是生菜沙拉 或者是那个烘烤这个甜点 或者是淋在我们的蔬菜上 都可以 那MCTOil呢 加在里面啊 其实不单止可以提高那个食物的营养 还让我们有更快的有增加那个饱足感啊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那个饭量 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体重啊 那像我这样呢 我也是很喜欢呢 把MCTOil加在我平常吃的那些 咖喱啊 拉萨啊 或者是东阳里面 因为呢 我常常加了之后 第一呢 它可以减低那一个不好的油脂 和让我的好的油脂 更快的吸收 更分解 然后第二呢 其实常常我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只要我加了MCTOil 我就会觉得我的肠胃 不会觉得这么油腻 会比较舒服的感觉 但是要注意哦 MCTOil是不适合呢 拿来做煎炸的 基本上呢 MCTOil是一个相对呢 非常健康的油 能可以帮助我们迅速的产生同体啊 然后这一个让我们可以快速的 可以减肥 增强大脑的能量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很有精力 减少这个疲倦感 让我们头脑保持清晰 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哦 就是一下子吃太多的MCTOil 也会让我们辣肚子哦 所以呢 尤其是那些肠胃特别敏感的朋友们呢 也要小心 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哦 所以 正宗的建议 如果有腹泻 恶心 或者是有感觉脏气的这种情况出现 可以呢 就减少那个用量 然后很建议呢 一些想尝试 新尝试的新手们 我们讲 在初期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用少量开始的 比如说啊 从5ml 开始 就是一小茶匙 呃 开始可以逐步的肩价 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这个慢慢的适应啊 就可以加到啊 每次大概一个1茶匙15ml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当作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呢 其实我们每个一到三次 每次1茶匙就已经够了 然后还有样东西就是也要很注意的就是 mct oil呢 我们是不建议直接单独饮用的 就是啊 因为这样呢 单独 如果是你直接把它当作一个油来喝的话 其实它对我们肠胃啊 也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啊 所以最好呢 还是会把 我们还是会建议把mct oil 加在我们的cuff 刚才我们教你们的咖啡啊 或者是健康 各种健康充盈啊 或者是我们的食物里面 一来它可以对我们的肠胃呢 减少那个刺激 二来也会让那个mct oil 更好的吸收 然后效果也会更加理想 那还有呢 就是mct oil呢 在萃取的过程当中 也会影响它的品质跟接受度 那有些人呢 在喝了这些mct oil之后呢 就会常常发生这个肠胃敏感的问题 或者觉得 我吃了这么久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不是因为mct oil 而是因为呢 这个产品的品质的或者是它萃取的过程不弱 市面上呢 常见的mct产品呢 大多数都是c8 c12呢 这三种脂肪酸呢 混合组成的 而且啊 c12如果沾比列 那个油脂比列比较高的话 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 但是呢 效果呢 却也是大打直扣 没有什么明显 所以呢 在选择产品前 记忆的一样东西 就是要看什么成分 那现在我就来教大家 怎么样来选择好的mct oil 那一个好的mct oil呢 我们先要知道 清楚的知道 它的ingredient是有什么 那第一呢 我们就要学会看 它的ingredient成分有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呢 外面市场上的一些mct oil呢 他们都没有注明 它的ingredient有什么 它只是写它是 中链三酸钢油脂 但是它没有写它是来自哪里的 因为这一些呢 就要很小心的避免买到 因为很多时候这一些呢 都可能会有掺杂着 化学的油脂 然后第二呢 就要学会看 它每分里面 含有多少的中链三酸钢油脂 那就我们要看它的 抖的这个中链脂肪酸 有多少 当然越高是越好 然后第三呢 它里面的中链脂肪酸 含有什么 譬如说它是否含有 C6和C12 如果是有C6和C12的话 它的品质就比较差 因为之前都讲过 有C6的话 除了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阳烧味 阳性味 然后 一二三 如果是有C6的话 和C12的话呢 就会品质会比较差 因为之前就讲 C6里面的那个MCT 会有一股呢 阳性味 然后第二呢 我们相信都不会很想说 我们如果是喝我们的咖啡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股阳性味的味道 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或者是有C12 然后C12呢 之前就讲 它是属于徘徊在中链和长链之间的一个中链油 但是它的虽然它是属于中链的MCT 有里面 可是它的消化 跟它的代谢呢 都好像长年这样 会比较慢 所以呢 如果是有C6跟C12呢 其实也会影响整个MCT的品质 然后第三呢 还有就是要再看我们的C8和C10的含量比对是多少 因为我们是尽量 我们知道C8会比C10高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Alive Nutri Garcia的100%Pure MCT Oil的成分 第一呢 就是来自菲律宾 100%纯椰子油体面 里面呢 就没有参任何的其他棕榈油啊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化学工业油脂参杂在里面 都是纯椰子油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中链三酸钢油脂呢 它的每分的15ml的分量 它就有14.1g的这一个好的脂肪酸 所以就比市场上多很多 而且是比较稳定 因为市场上的我们看到的很多一些MCT Oil呢 它可能是9g或者是13g这样的就不高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我们的MCT里面是不含C6跟C12 因为之前 而且呢 我们的C8会比较高 因为呢 C8高过C10的话 那它的生酮效果也更加的快 所以也会更加被身体容易代谢跟吸收的 当然MCT Oil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油脂 那但是你必须要确保你自己买到的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 MCT Oil 那才可以很确保自己吃的有效果 那我们的MCT Oil呢 是100%纯椰子油分流体面嘛 那里面还不含就C6、C12 也无添加任何的化学油脂 不添加任何的香料 不含麦腐 所以对一些避免有吃到麦腐敏感的人呢 就这个很好 然后也不含中金属 然后还有不含乙丸 还有肺氢化 然后也没有反式脂肪酸 跟五味五臭的 所以它也可以很好的运用在很多食品里面嘛 那再来呢 这个是要注意的说 谁是不适合饮用这个MCT的 MCT Oil呢 是需要经过肝脏的一个代谢 所以呢 如果是经过医生诊断 有肝脏功能不佳的人 譬如说有肝炎和肝硬化的人 我们是不建议他吃MCT 还有就是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我们也是建议不建议使用的 最后啊 还有更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MCT 也是经过我们 EARLINE集团的专属高科技 BAE这个科技 这个技术 然后将这个宇宙元能注入 让我们的食物的分子变得更小 能更有效的帮助我们身体 提高出20%的吸收能力 所以效果当然是会比一般市场上 所卖的MCT Oil的效果来得更有效 大家分享MCT Oil到这里了 然后还没有吃的朋友 就快快去享受你的MCT Oil 去感受一下它的神奇效果 拜拜 拜拜 拜拜